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 我们在创世纪第42章 看到约瑟的生命正面对一个生命当中非常奇特的景象 他小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梦 梦到哥哥们向他下拜 而此刻他真的看到哥哥们跪在下面 而这个时候他怎么反应呢 我们说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大男孩的时候 他是个很单纯的大男孩 有什么说什么 他很诚实 但是诚实在生命当中 诚实不一定成熟 诚实跟成熟不一定对等 那不是说一个人成熟之后就不要诚实 而是一个人更成熟的时候 知道怎么去处理现在的事 比如说他看到下面跪的是哥哥 他可以很诚实的直觉反应说 哥哥大哥我知道你 你是刘边你是西面 那是诚实 但是诚实不一定成熟 而此刻他可以很成熟的处理这件事情 知道我暂时不跟你们相认 他没有说谎话 他只是暂时把这个事情延后 而此刻我要先做一件事 我要先试试看 你们是不是还是当年那个嫉妒 当年那个心中有很多的苦毒 会做那个很恶毒的事情 会把我弟弟卖掉的那群人 你们上面有没有改变呢 他懂得很成熟的知道 我没有说谎话 但是在我和你们相认之前 更重要的一件事 我现在要来试试看 你们是怎么样的人 成熟不代表我不要诚实 而是更懂得此刻 我应该先做什么事 约瑟的人生是成熟的 所以他不相认 不是要报复 一个存着报复的心 不只是成熟 一个成熟的人 一天当然想报复 那不是成熟 其实那个还是一个孩子 你打我一下 我非要踹你回来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什么 你打我一下 我现在会去想 你不过是脑脾气 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看看 你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人呢 如果还是这样的人 我走开来 我不要自己自取其辱 我也不要继续走到里面 让我自己受伤害 一个成熟的人 不会是一个情绪性的反应 而会懂得我要怎么去处理 对现阶段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 而且一个成熟的人懂得 我要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才不会好像当时 约瑟很诚实 我做了一个梦 我告诉你们都向我下拜 结果对整件事情好吗 不好 他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 他已经惹恼了所有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 不只是一个诚实的人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要有一个成熟 以至于事情的发展 是最合适的 求主帮助 透过约瑟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学习呢 恩待我们 不只是诚实 要诚实 但是更要成熟 成熟的去处理事 不要虚晃 但是懂得 什么先做 什么后做 没有人 我经许了 我会不会有一些学习呢 我才会不会开心 did